复得古元草送别 在唐朝要参加科举考试 没有名人推荐 哪行 这不在大诗人顾旷谱上 书上已经排成了长龙 希望让顾大人看一眼自己的失作 只有得到顾大人的青睐 方可一鸣惊人 人头团动中 大家都紧张 而当时年仅16岁的白居易 正好也在其中 看着前边 好多人都哭丧着脸 离开了 小白也不禁忐忑起 终于轮到自己了 可是顾大人的反应 为何如此奇怪 他居然连分都没分 就开始对着封面傻笑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呀 终于顾大人的笑声停止了 哈哈哈哈 小伙子 你这名字也太逗了 居然叫白居易 长安的米价这么贵 居住怎么会容易呢 边说边礼貌地翻看了一下内容 突然顾大人眼前一震 连连称赞 小小年纪能写出如此佳作 哪怕是白白居住 也很容易了 这首让顾矿刮目的诗 正是《复德古元草送别》 《复德》表示这是一首命题诗 这首诗正是白居易 为科举考试准备的一篇作文练习 诗的真正题目是《古元草送别》 表明内容要涉及古老草原上的草和送别 白居易开始动笔了 那是一个草掌应飞的春天 好友就要离去 两人在酒肆里小酌几杯以后 朋友就要起身离去 白居易依依不舍 又送了一篇 走着走着到了分叉路口 朋友坐一离去 白居易还是不舍 又送了一篇 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古元草 天空多么蔚蓝 阳光多么绵媚 白云多么自由自在地在飘荡 白居易却只在乎这离离元草草 离离是茂盛的意思 古元草的草太茂盛了 白居易弯腰抚摸了一下小草的脑袋 却意外发现了去年的枯根 真是一岁一枯绒啊 这里的绒还是茂盛的一艘 一到冬天小草枯萎 而春天一到则又会茂盛起来 风儿把头发吹散 他们又立刻重新梳妆 马蹄踩踏肩膀 他们又马上挺直腰杆 就算野火吞噬身躯又能怎样 春风一吹 粗尾的草根才不是马上长出心眼 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啊 凭着这股顽强的力量 远方倾古道 晴翠皆荒城 蔓延到远处的芳草 侵占了古老的道路 晴空下翠绿的青草 连接着荒凉的古城 看看远方的小草 再看看眼前的朋友 白居易盘泪写下了最动人的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王孙本指王公贵族的子孙 这里是对朋友的尊称 七七还是茂盛的意思哦 哦 又要送朋友离去了 那满意的离别之情 就如同这茂盛的春草一般 要不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这首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 白居易不仅歌颂了春草的自强不息 更是让看不见的离别之情 变得形象具体 是的 就向着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离别之情也不会消失 以后再路过那个九四 再来到那个分岔路 再走上那个五圆 朋友的笑容都会再次浮现 是的 恰如七七满别情 离别之情会一直 一直跟随着远方的朋友 直到天涯海角 离离圆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远方千古道 晴翠皆荒城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